国家主席习近平31号下午 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 欢迎巴林王国国王哈马德本伊萨阿勒哈利法 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 出席欢迎仪式 陪同哈马德访华的有王子 王公大臣 高级城市规划委员会副主席等 军乐团奏八中两国国歌 明里炮21响 哈马德在习近平陪同下 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 观看仪仗队跟电视 哈马德适应习近平的邀请 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并出席近平和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 军力实现 当今为公开公室